关注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立旭 日前在全代会说 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是国民党带来的 不属于台湾 这引发了各界议论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上午参访故宫 他说故宫国宝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面对有蓝银中评委呼吁说 2024这寒猪配有没有可能呢 朱立伦回复倒是蛮巧妙的 他说现在民众没有人在关心寒猪啦 大家都只关心美猪 还说这故宫里头的肉形石 是最健康没有瘦肉筋的猪肉 对肉形石仔细端详品味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参访故宫博物院 有感而发充满政治味 但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立旭说 故宫国宝是国民党带来的 不属于台湾 属于我们全体国人 但他属于中华民国的国宝 也要呼吁民进党政府 不要动不动就把 日前也有国民党中评委认为 朱立伦应该和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搭档 韩朱佩为2024超前部署 大家只关心美猪不会关心韩朱 所以民进党一定要说清楚 讲明白 我们到底牺牲民众的健康 换到什么东西 巧妙回应朱立伦四两拨千金 另外不顾民进党政府反对 国民党已经拍板决定 由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率团 参加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 我们会坚定的立场 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 坚持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的立场 我想这个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朱立伦强调国民党希望两岸和平 相信王金平不会违反党政规定 不过传出中国政协主席汪洋 可能也会出席 汪汪汇到底会不会上演 也引起政坛各界关注 华智新闻已经看彭冠林 特别报道